歡迎來到Roberts的各種開箱文 今天我要來介紹法國特服的兩種鍋子 那我們就來看看吧 首先第一箱是這一個 那我們就先把它打開 我們會打開 每個人都可以打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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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種鍋子就是需要保護 所以裡面就會滴眼 因為先看到這個 保護的氣泡棉 欸?氣泡袋 它就是整個箱子就這樣 它就是一個袋子 然後把它整個鍋子包覆好 才不會撞開 OK 那我們就把它擺開 像這個樣子 讓它來拆 一路氣泡袋 那我把它拆開來看一下 它包得很緊 因為裡面還有熱縮 就從這邊 這個 OK 這樣拿出來 那它有附一個說明書 有各國語言 那我們就把它拆開吧 OK啊 所以這一個是有附一個鍋蓋 那我們就看一下這個鍋子長什麼樣子吧 OK 那這個鍋子就是長這個樣子 它的手法就是有一點橡膠質感 然後鍋蓋的這個上面有它的標誌 也是橡膠質一樣 旁邊有個透氣孔 打開這個是一個玻璃的 玻璃的鍋蓋 那這一個是不鏽鋼鋼 就是比較安全 這樣開 然後它裡面的就是這樣子 這樣就是這樣 OK 那我們就介紹下一個鍋子吧 OK 接下來 第二個 是這個 就是有原廠的盒子 然後還有一個墨把 對 那這個是有點像炒菜 它是炒鍋 然後還有蓋子 然後加上一個鍋鏟 有一整個炒菜組合 把它打開吧 這樣子 就給我把它拿出門 這超重的 先把鍋踩 鍋踩在裡面 這次買的系列都是不鏽鋼系列 所以這個 也是不鏽鋼的一個特服鍋踩 我們就先把它放在旁邊 走 接下來呢 就是這個 炒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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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邊有一個 那這裡呢 就是有一個 跟剛剛一樣的熱酥母 我們先把這個 蓋在裡面 熱酥母 沒開 沒開 OK 鐵開了 這裡來就是一個 鐵的 有鐵 也有玻璃 混合做使用的一個炒鍋 炒鍋 裡面有一個圈圈 一樣有說明書 不是這樣子 它整個搭配起來就像這樣 然後再加上這個 如果慘的話就會這樣 那我們就看看它長什麼樣子吧 OK 這就是鍋子的 炒鍋的樣子 那我們 它就是一個玻璃 它就是一個鐵 然後這個的材質 跟剛剛那個比較不一樣 它就是 屬於比較一般的那種塑膠 打開來呢 裡面就是 一般的鍋子 不鏽鋼的 它這邊手把的 也是一根 鍋蓋的 鍋蓋 鍋蓋 也是一樣 這個也是一樣 OK 那我們就來看看鍋鏟 鍋鏟 比較不一樣 它是屬於 這材質 這個 感覺有點像是木紋 然後就是一般 炒菜用的 然後這邊有個掛鉤 標誌 然後我炒菜就是這樣 OK 那我們就切換回去吧 OK 那我們今天就介紹完這兩樣了 一樣就是 單餅湯鍋 就是一隻手鋼 就是一個餅 然後這樣子 然後還有單餅炒鍋 炒鍋 那炒鍋呢 就是有附加一個 那個 你叫什麼 炒 那個 炒 炒 鏟子 對鏟子 OK 那大概就是這樣 之後 以上就是Roward 各種開箱文 記得分享按讚 並且訂閱 還沒有訂閱的粉絲們 記得現在就趕快去訂閱喔 掰掰